自主隔離 這是真的簡訊嗎? 太好了 終於可以不用面對辦公室那些小人了 不要告訴他們我們去隔離了 直接偷偷回家 小人退賽 ? 可以嗎? 啊...這樣就又沒有無意思了 我說到房裡檢去了 但請不要過於驚慌 我都有乖乖消毒 先回家自主隔禮咯 蛤 蛤 不會吧 要居家隔離 那之前的約都不能去了 欸 不過可以不用去上班了 很開心 蛤 可是 還是要工作啊 而且在家工作 很無聊欸 喂 姐 我收到隔離通知了 那個展覽我不能去了 你也一樣 要小心不要出門喔 爸爸媽媽也是 要隔離 大家不用擔心 綁一幫我老婆就準備好 先讓我來為大家示範一下 怎麼使用懷孕包 這樣居家隔離 大家都不用怕 糟糕 要製作隔離了 怎麼辦怎麼辦 啊 那分文件要先交集進出 還有答案 也要趕快被分纏再加工作 可是路面好糟 蛤 會不會生氣乾淨 怎麼了怎麼辦 哎呀 說到防疫簡訊了 真的要在家隔離嗎 還是要假裝沒看到 要先通知大家 以免防疫大家的行程 等一下 隔離的說要在Uberis 還是不被當 好猶豫 真的好煩惱啊 自主隔離 這是真的簡訊嗎 太好了 終於可以不用面對 辦公室那些小人 不要告訴他們 我們去隔離了 直接偷偷回家 小人退賽 喔 要隔離了 算了沒關係 只要幾天 疫情一定會慢慢受到控制了 先來體內消毒吧 要隔離一樣 水 酒精 口罩 雷神 筆電 油 可以開始工作了 隔離 看我的法寶 我的生命白紙水 有的這瓶 百度不清 什麼 我要出家隔離了 這樣會好長一段時間 沒有辦法看到大家 公司這樣還可以遠足下去嗎 真的好擔心喔 我不是新加坡海報 我是新加坡海報姐 喔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訂閱 按讚 分享 再接下一次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